我一直相信努力会有回报 但是没有找心思 真的是我不够努力吗 上海一位点尖的胸外科医生回应李佳琪 我呢也反思了一下 我上个月开了近80台的手术 门者呢大约有400多个病 工资和奖金呢 加起来大概4万区头线 平均每台手术的收入能低于500块钱 估计呢比上海滩顶级的 托尼老师李克法的收入还要稍微低一些 还是没能改变那么多年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 而且呢医务科通知我 医保迪阿基 我上个月一个食道癌患者费用超标 多出来的14000块钱呢 将全部前我的工资里扣除 对于李佳琪先生真对不起 我不能给我夫人买您那一款 每一克比黄金还贵的美金 但是呢真的不是我问题 我努力了大半生 成为中国最顶级的胸外科医生 我能在五公分的单孔下 为患者做食道癌的根治素 这样的手术 美国医生的手术费是9万美金 我的收入是付14000美金 来不及美比我并不后悔 因为患者出现时的笑容 不需要任何的方式 是对我们医生最大的价值